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剩下的两个操作 一个是更新 一个是删除 更新记录 4.2 更新的语法 更新的关键词叫Update Update 也就是更新的意思 更新 你得告诉他更新哪一个表 所以后面加上表的名字 这边呢 还是很好记得 更新表 然后呢 后面SET SET表示设置 设置 设置什么 设置这个列的这个值 等于新的值 然后到上第二个列 它的值等于新的值2 然后后面如果有 就再接着写就可以了 然后韦尔列名称等于某值 就是后面跟着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注意这个地方啊 是个比较有大的地方一个坑 条件我们一般都说 它是可选条件 但是你不写它也能执行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定就是说 需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呢 你如果不写条件 它就全部更新了 这个和查询不一样 因为查询它只是把数据读出来 它不影响数据 你如果更新那就不一样了 不要觉得更新写不写条件是一样的啊 不一样 更新你如果写条件 那就是符合条件那几条会变 不符合条件那是不变的 但是如果你不写条件 全就变了 全变了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跟那个三库跑路 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们如果没有备份的话 你直接把所有的记录都改了 那万一有的我不想改 结果你改了 那就问题大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要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影响记录的 这些条件一定要注意 更新是一个 包括我们待会儿讲这个 删除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条件 对 如果你要确定的话 你可以这么做 如果你不确定 你一定想好了 是不是有条件啊 更新的语法格式是这样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来做个更新 案例 使用更新语句去更新ID ID大于 大于等于吧 大于等于2的这么一些记录 将其密码吧 咱改密码啊 改为 找一下啊 123456789吧 难度稍微大一点 改成它 将它的密码 改为这个 这个加密的结果啊 也就是123456789 加密的一个结果 这是案例的要求 那现在的话 来看一下我们色口语句啊 应该怎么写 按照语法 APPA DATA 这个DATA千万不要写成这个DATA啊 DATE UpDATA 然后表明 哎 然后 SET 大写不区分 列名字 列名字要改什么列 它要改密码 它只改密码 所以就一个叫 PSSWORD 等于 加引号 加进来 然后 有条件啊 条件是ID 大于等于2 ID 大于等于2 那后面的话就是 where ID 大于 哎 等于怎么写的 一定不要这么写啊 不要借助于输入法了 这个时候我来大于等于 大于 等于 你要是搞出这么一个符号啊 那不好意思不认啊 不认这个符号 它大于等于就是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你写两个就行了 这叫大于等于 那么反之也是一样的 小于等于啊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多少呢 大于等于2 2由于是数字 所以呢 你加不加引号都可以啊 行 那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呢 就不复制了啊 因为复制的话 待会还得改引号 自己写吧 up dat update table 然后呢 set PSSWORD password 等于 给它 站进来 然后呢 VIRID 大于等于2 啊 行 那么命令呢 已经就输完了 啊 输完之后 按回车 走 由于我们现在的数据表里面的ID 分别是123 那么符合大于等于2的条件 应该就 两个 二个三 所以呢 说query ok 两行 affected 两行被银行 被影响 然后呢 说Rose matched Rose matched Rose 行数 matched 被匹配的 被匹配的几行呢 两行 因为大于等于2的行数就两行 然后 轻接的 改变了两行 warnings 警告 零个警告 说明我们语法没有问题 啊 ok 那修改成功啊 啊 改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通过刚才 所学的这个查询命令 来看一下 select select 信号 from from 加上表名 哎 然后 名字 变了吗 没变吧 因为咱没改名字 哎 然后改后面这个 你看密码 前面是10 后面是25f 25f 哎 所以后面这两个密码呢 应该是被成功修改了 啊 这个就是修改操作 啊 这是修改 那么修改呢 除了这个修改 需要注意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一定需要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把它给忘了啊 该加条件呢 一定要这样 哎 以后呢 这句话给写着吧 哎 以后 在执行 影响 行速啊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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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速的这个 circle 操作的时候啊 一定需要注意一下条件是否写错或者漏写了啊 一旦写错或者漏写了呢 这个问题啊 会很严重 啊 千万不要忘了啊 哎 正是因为有有一些这个搞开发的啊 容易把这事给忘了 所以呢 在做开发的时候呢 有一些呢 有这么个概念叫框架 有些框架里面就直接限制了 你如果不加条件 不好意思 不接 直接不让你执行 虽然说语法是对的 但是不让你执行 他就怕呀 一万一把他玩坏了 是吧 又没备份 那数据就没了 第四个 第四个呢 也是最后一个 删除操作 叫删除操作 删除操作呢 叫delete from表明 delete叫删除 这是关键词 删除 from要删哪一张表 后面跟着一个表明 然后同样 他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同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录 那如果说 你要删除的时候 本身我有条件的 结果忘加了 那么你这条语句 直接写成了delete from这张表 那这张表里面的数据 一个都没了 一个都没了 所以这条件 一定要注意 它很重要的 条件 不要说该写了 你把它不写 或者说忘了 一个忘了 那就完了 碰巧还没有规范 按例 那么删除ID为2的这个记录 那么设备一句的写法 应该是delete delete from表明 为ID等于2 就可以了 delete delete from表明 然后委员ID等于2 走 Clary OK 一行affected 一行被影响 一行被影响 照一下 一直接就变成三了 二就已经没了 二已经就没了 那现在有个问题 那咱下一次的话 再插入条记录 它的ID会是几 为什么是四呢 对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像什么呢 像之前在创建用户的时候 有同学问的 如果我自定义了一个用户的量号 是吧 假如定义了个600 那你其实后面一个用户 不一定是501 后面它就是601了 就从后面开始低震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是低震的 即使你把后面这条再删了 把3也删了 如果把3也删了 后面注意 它也是4 它也是4 不会是2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你最后一个显示什么 我只要再往后加就行了 那万一3也没了 包括说 我把整张表都清了 你再创建用户 再创建用户 它还是死的 它永远会记住 你之前创建到多少条 然后呢 从头再来 这个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称之为叫 称之为叫索引 也就是 你虽然把记录删了 但是索引还在 它在我们文件系统里的 索引还在 所以它永远是记着 你上一次穿到3了 不会是从1开始的 这个呢 注意一下 这就 Kennedy 这个Qué примерно com